把Member 就是我们云端上面那个Member的资料库 把那个档案在这里 这个档在这个路径底下的这个 把这里面有五个栏位 全部都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该怎么做 最简单 当然如果说你把它放在Excel 其实也把Excel当资料库 现在我们不是放Excel 我们是要放Python的SQL里面 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当然我们要做之前 写入资料库之前 你要先把档案读进来 那读进来的方法 因为前面有讲过 这个我想因为我前面有讲过 所以我直接拿完成的读档部分 直接来show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H开一个 你就先开一个什么 开一个那个 这个 module 然后里面的话基本上大概写什么 第一个F等于open 这个固定的 然后路径的话 我是放在我的download底下 R模式 因为它是Google上面的东西 所以YouTube吧 这个应该没问题 前面都讲过 再来realize 把它读到哪里? 读到list1里面去 那这个list1里面去 就会 这也是前面讲过了 就是一个串列 然后分别怎么样 分别在做切割 然后把它做出出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我先把它print好了 读到用realize 你会发现realize realize真的非常的简单 你会发现这读进来 这个的话就是它的栏位名字 我不要所以避开 所以for i in range的话 从1开始 然后后面的话会有那个什么 最后它的电话后面会有一个换 所以把它strip掉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就把它先读进来 一笔 然后再用什么 用那个 sprint切割斗点 切割完之后再把它print出来 如果ok的话 那表示第一阶段就ok了 所以把这个地方 for i in range 避开 这个栏位名称 所以从1开始 再到最后一笔 ok 然后呢分别切了之后呢 把它format丢 用format比较简单 format呢我希望 总共5个栏位 所以5个大瓜糊 然后中间加豆点 分别帮我把什么 把它的编号放进来 姓名放进来 生日 血型 电话 最后一个的话呢 理论上应该都 再加一个split 把它电什么 电split 应该是strip 跟strip strip什么呢 strip 我们最后面那个 旷航的部分 反斜线 n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帮我把它丢过来 执行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就完成我们 这个应该是4才对 ok 执行一下 那这样都ok了 好 那所以资料已经看到了 可是问题我需要什么 把这个分开来的资料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放到 资料库里面 该怎么做 接下来其实可以用组装的 什么组装呢 因为我们不是有新增 新增不是这边就是新增吗 新增这个就是联资料库 有没有 建资料表 然后再把资料放 所以我们前面这7行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放到哪里呢 放到它的上面 那你哪边要改 这个资料库也许共用一个没关系 然后create了一个table 这个叫table 叫member 名称不能一样 ok 好 那如果不存在就帮我建立 那建立几个栏位呢 其实建立总共有 五个栏位 那名称要叫什么比较简单 其实有时候 像我都懒得 懒得想 干脆用跟ecer一样概念 A栏 其实就是编号 B栏 就是什么 B栏就是姓名 一之类推 然后呢总共 那当然形态部分 如果你 不想要想的话 我建议 最简单的方法 你看 全部什么 全部都用test 可不可以 可以啊 OK你就把它全部当文字来看待 只是说效率可能会比较差一些些 假设我们先不考虑效率 A B C D E 总共有五个栏位 里面全部都帮我放文字就好 OK 好 然后呢 Execute就建立了 所以 在member 建立一个 这个 资料库里面建立一个member01 然后五个栏位 好啊 读了 读了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你再参考 Insert into 在这边 关键来了 这四行 最后面这四行 这样 放到哪里呢 关键的地方来 Insert into 有没有 所以我们把这四行 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记得贴到4回圈的下面 贴上 改一下 关键地方 print在这里 主要是 把这个print 改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那怎么改 这个可能最容易出错在这里 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第1个 一定要把table01改成什么 member 01 那values的话 后面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会需要什么 总共会有5个栏位 所以基本上 一样就5个栏 所以其实 你用复制 要不然就是什么 直接拿这个来复制 1个 2个 3个 4个 5个 然后呢 后面特别注意 Format 也是 也是5个 5个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5个 所以你其实可以 直接拿这个东西 怎么样 直接复制贴到这里 不要贴错就OK了 把它复制一下 留2个 2个刮壶 因为其实是1个 2个 3个 4个 5个 有没有 这个 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 贴到这里来 OK OK 刮壶记得不要 不要少刮 基本上就是 会 这个刮壶是Format的刮壶 OK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 就 大功告成了 所以其实有点像 Print 不要帮它 Print出来 OK 也就是说 在原来读档之后 上面加上什么呢 连资料库 见资料表 然后再来最后的话就是 丢 Insert into 到资料库里面去 就 大功告 看懂我的意思 OK 所以最关键的地方 最容易出错就在这里 这个地方 Format 这里 好 如果没错的话 那 就 大量的资料就丢进去 试一下 看一下 执行 他没有错误讯息 那表示应该协入成功 为什么这个 这个可能刚刚 这个 好 那当然 我们如果要确认说是不是有加进去 最简单的方法就用这个 有没有 SQLite Browser 然后把它打开 看看它里面有没有Member 有Member 有没有 也有5个栏位了 Browse它一下 这边 加进来 这边就已经OK了 所以其实程式 改动的并不多 那可以 看懂我的意思 那最 所以有时候范本 最重要 范本 修改 掌握要诀 这样就OK 最后要查询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什么 把资料再查出来 查出来很简单 其实也是拿刚刚的 查询的 只是说Slate From 本来是Table01 改成Member01 然后呢 5个栏位 也是一样嘛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范本 改一下 执行看看你能够成功 有没有执行出来了 里面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OK 不过你会发现 这边50 底下怎么又50 因为我刚刚已经跑过了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刚刚再跑一次 这边再执行一次会怎么样 50 有没有 1个50 2个50 3个50 他会怎么样 他会一直不断在增加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理论上 应该要在这个城市的地方 就是说呢 当你在连资料库的 第4行的地方 你可以再加 我在这边有加一个 如果有旧资料 就把它删掉 或者有旧资料表 有两个方法 就是说一启动的时候 把资料全部删掉 就用Delete From Member就好 要不然就是说 把那个资料表也删掉 两个方法都OK 那我的习惯是 捉入那个Table 把那个Table先捉不掉 不然的话 他会一直累资 一直增加资料 所以在第4行的地方 就写什么 帮我捉入那个Table 如果他存在的话 哪个呢 Member 01 然后呢 就帮我删掉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不会一直增加 OK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然后把它Save一下 执行 没有错误讯息 然后执行他一样 你会发现 会不会一直累加 有没有 这里面的话 有没有 就50了 也就是说将来 如果 你要把 因为理论上你要重新加 表示说你可能有新的update资料 那update的话 一种情况是可能把里面东西要删光光 再放进去 那你就可以 在这个里面加两行程式就可以 加 Droptable FS 如果存在的话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 其实基本上 把那个 会员资料放到资料库 等于就是把之前的读档 然后用串列输出 结合什么呢 结合今天讲的新增资料库跟查询资料库 就大功告成 说真的 里面我是觉得最容易发生错误的那个 那个什么 Sycle的stream Sycle自串 所以如果你对formate熟悉的话 真的 就会简单很多 因为formate反正一个萝卜的坑嘛 如果五个蓝位就五个大瓜糊 然后分别把五个资料放到那个大瓜糊里面去 这样就OK啦 所以以后如果你蓝位数最怕是蓝位数非常多 而且非常复杂 有的时候动不动几十个蓝位 而且有些时候都是从云端上面然后都是那种什么 像类似那个Jackson的答案 哇那个真的太复杂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掌握药权 你就比较 可以很快的 把 本来别人看到非常混乱的东西一下子就全部丢到资料库 一看就觉得清爽 而且其实还蛮有成就感 一下就OK了 这感觉其实还蛮棒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写的那个程式 云端上都有 在第五十页部分 OK 那今天的话主要就是把那个什么 把资料库部分 跟各位做说明 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要继续再到那个 第六个单元 所以回去的话有时间可以把第六个单元继续完成 开放资料的下载 跟网页资料下载 所以 在剩下两个礼拜 那我们就要进入到那个 网路爬虫的世界了 OK 所以 网顾要有点心理准备 后面的东西跟前面都完完全全 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今天 假如有某部分的东西 听得有点吃力的话 这样串列 建议回去 把那个部分的单元 再把它回头看一下 OK 把那个基础打好 你会发现 其实 也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而且其实我觉得从 城市里面得到的成就感 我觉得是 还蛮愉快的经验 做完之后 其实有时候 工作上面其实也不只是为了工作 有时候其实还是蛮愉快的 而且还蛮可以做出一点东西出来的 OK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 先讲到这里 OK